1979年12月17日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萨德温德镇警局 突然闯进一对惊慌失措的母子 女人声称自己的老公要杀死自己和孩子 女人名叫温蒂 她八岁的小儿子叫丹妮 温蒂没有工作 平常就在家照顾孩子 家里的收入全靠她老公杰克一个人撑着 警察问 你老公为啥要杀掉你和孩子呢 温蒂说因为他疯了 于是警察又问 你老公现在身在何处呢 温蒂说在眺望酒店 警察当时就懵了 眺望酒店距离城市非常之远 是坐落在洛基山脉上的一家豪华酒店 远离城市喧嚣 是一个旅游的地方 而他在每年的十月底就会关门歇夜 因为气候原因 一到冬季那边就特别喜欢下雪 刚好这几天连下了数天的大雪 那个山路根本就没有办法提供车辆行驶 那你们为什么会在那呢 温蒂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 这才说到 因为杰克前一段时间刚刚去应聘了一份工作 就是在眺望酒店关门歇夜的时候 留在酒店内看酒店的 由于这份工作需要一个人守着偌大的酒店 很容易把人憋出病来 所以看酒店的工作 往往都是一家人一起住过去 在那待上个半年 可以说是一个清闲至极的工作 而平常杰克还是一个作家 写点东西养家糊口 那么他同时兼职干着这份工作 就再合适不过了 警察听罢就不太想出警 毕竟现在道路受阻 并且也没闹出多么大的严重后果 这事要不就等清雪车 清出来一条路之后再说吧 温迪说谁说没闹出严重的后果 杰克把老狄克给杀了 啊老狄克又是谁呢 老狄克是眺望酒店里的一个厨师 是一个黑人大爷 那酒店都关门歇夜了 他还在酒店里待着干啥呢 温迪说不知道 老狄克确实已经放假一个多月了 但是他突然昨天晚上 驾着雪地车又来酒店了 然后他一进门就被发了疯的杰克 用斧子给砍死了 但也正是有了他驾来的这辆雪地车 这才使温迪娘俩得以逃生 警察们无奈只好驾驶着雪地车出境 在蜿蜒的山路上 跑了一天才终于跑到眺望酒店 一进酒店大堂 就看见老狄克的尸体 倒在了血泊之中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找 却都找不到杰克在哪 只找到了厚厚的一摞 杰克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稿子 别看他很厚啊 他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句话 在着无限重复 上面写的是 只有工作没有娱乐 让杰克沉闷无聊 这确实像是杰克出了精神问题啊 到了第二天 警察在酒店外面的迷宫里 终于找到了杰克 但此时的他已经被冻成了一座冰雕 现在若想还原案情 只有在对温迪和丹尼进行盘问了 我把温迪的口供捋顺了 来讲给大家 10月31日 当他们一家三口来到眺望酒店的时候 酒店正在进行大扫除 以及设备检查 因为当天下了班之后 大家就要各奔东西回家休假了 在休假之前 员工们需要把各自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好 酒店经理带着杰克 对酒店内的各个地方都熟悉一下 以及交代给杰克一些注意事项 而老迪克则带着温迪和丹尼参观了厨房 因为厨房里有冷冻间和干货间 里面储存了非常多各式各样的食物 足够他们一家三口 吃上一整年都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酒店里的员工就都下班回家了 他们一家三口就舒舒服服的住下了 我就想问问这种工作还招不招人呀 不给钱我都愿意去干呀 全当带着一家人去旅行了 可以白吃白喝白住白玩 同时还能欣赏到美丽壮观的大雪山 多好 前面一个月一家人都挺好的 心情也都不错 酒店外面还有一座大型迷宫可供娱乐 不过由于这座迷宫实在是太大了 进去之后没有一两个小时是很难走出来的 直到前几天外面开始下雪了 温帝走到他老公身边 想让老公陪自己出去踏雪看景 但是他老公这时候还在打字机前 不停的敲着键盘 于是就不耐烦的说 我还需要工作没法陪你 温帝说那好吧 你饿不饿呀 我一会儿给你做个三明治端过来吧 然后杰克就开始不耐烦了 说你只要走进来 你就会打扰到我 你打扰到我 我就没办法集中精力 而我只要一分心 就需要花很久的时间 才会回到原先的状态 杰克一边说着一边就把自己的稿子给撕了 温帝说好好好我知道了 紧接着杰克又给他立下了一条规矩 只要杰克坐在打字机前 无论他是否听见杰克打字的声音 他都不能来打扰杰克 因为这个时候意味着杰克在工作 说完杰克就让温帝滚蛋了 大约又过了一周之后 杰克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有一天温帝在检查设备的时候 突然听到杰克在大叫 他连忙跑过去查看 原来是杰克做了一场噩梦 这时儿子丹尼目光呆滞的走了过来 只见他的脖子上有鱼红的伤痕 像是之前被谁给掐的 温帝当时就恼了 冲着杰克大骂 你这个混蛋 你为什么要伤害他 你怎么能这样 而杰克却一脸茫然的看着他们母子 然后温帝抱着儿子就跑回了房间 温帝之所以认为是杰克伤害的丹尼 是因为三年前杰克就曾情绪失控过 他不小心把儿子的胳膊给拽脱臼了 他有过暴力倾向 而且酒店里也没别人 那温帝当然就会认为是杰克伤害了儿子 不过回到房间之后 儿子却说不是老爹伤害的他 是一个在二三七房间的疯女人 温帝顿时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连忙跑出去找杰克 然后在酒吧吧台找到了杰克 他似乎在跟谁说话 但是那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眼下温帝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把酒店内还有别人的情况告诉了杰克 让杰克去二三七房间看看 无奈杰克只好去看了看 而温帝则回到房间跟儿子待在一起 过了好一会儿杰克才回来说 二三七没人 温帝一再确认杰克是不是找对房间了 杰克很确定说自己没有找错 温帝问 那丹尼脖子上的伤痕是咋回事啊 我觉得这个地方太恐怖了 我们得带丹尼离开这里 此言一出杰克直接炸毛了 你别他妈要给我没事找事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样一份清闲的工作 我也终于有时间可以一心扑在写作上 如果我们这时候回去 我怎么跟酒店交代 我回去干什么工作 我不能纵容你搞砸我的人生 说完杰克就摔门而去 留下无助的温帝在房间里哭泣 过了一会儿丹尼忽然在自己的房间大叫起来 温帝害怕极了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 她只能尽力去安抚自己的儿子 母子二人煎熬的度过了一晚之后 温帝小心翼翼的出门 想看看杰克在哪 不过实在没有安全感的她 随手拎了一根棒球棍 杰克没有在打司机前工作 温帝看了一眼她写的稿子 通篇只有一句话 只有工作没有娱乐 让杰克沉闷无聊 这时杰克音笑着走了过来 怎么样 我写的不错吧 杰克一边说着 一边慢慢向温帝逼近 我觉得我们该谈谈丹尼的事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处置她呢 温帝哭着说 我不知道 或许我们应该带她去看看医生 杰克冷冷的说 看得出来你很担心她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你有没有想过我身上担的责任 哪怕只是一瞬间 我对雇主的责任怎么办 我答应他们要看好这家酒店 到明年的5月1号 你想让我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吗 如果我连这件事都做不好 那会对我的未来造成什么影响 你有想过吗 温帝一边哭着一边后退 一边对空挥球棒 他害怕杰克靠近 他想让杰克远离他 而杰克却步步紧逼 杰克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我只不过是想把你的脑袋砸烂 说着杰克又笑了起来 不是大哥把脑袋砸烂 难道不算是伤害吗 你怕不是对伤害这个词有啥误解吧 杰克把温帝逼到了楼梯上 就在他想夺球棒的时候 温帝一棒抡到了他的脑袋上 杰克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摔晕了 温帝趁杰克没有反抗之力时 赶紧拖着他 把他拖进了干货房 然后在外面锁好门 这时杰克醒了过来 又骂了好一阵 想让温帝把门打开 温帝说我要带着儿子 乘外面的雪地车走人 把儿子送回去之后 我会再带个医生回来找你 杰克说不好意思 你哪也去不了 我已经破坏了电台和酒店的雪地车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待着吧 温帝连忙跑到车库查看雪地车 果不其然 杰克已经弄坏了发动机 身心疲惫的温帝只好先回房休息 大约睡了几个小时之后 忽然听到有人砸门的声音 原来是杰克拎着斧头正在批门 温帝连忙拿了把刀 抱着儿子躲进了卫生间 卫生间里只有一扇小窗户 他把丹尼送了出去 可自己无论怎么往外钻都钻不出去 他只好对丹尼说 你自己躲好吧 我出不去了 这时杰克已经劈开了房门 又来批卫生间的门了 当他批开一条缝之后 伸手想去拧开门 温帝眼疾手快砍了他的手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雪地车的轰鸣声 明显是有人赶了过来 杰克只好先放下温帝不管 转身出门看是谁来了 过了好一阵 温帝才稳住心神 鼓起勇气打开门走了出去 他下楼来到大厅 只见老迪克倒在血泊之中 然后又走出酒店 恰巧丹尼这时候从迷宫里跑了出来 他二话不说 带着丹尼驾着雪地车就逃走了 这才有机会来到萨德温德镇警局报警 这件案子到这里就结束了 杰克作为杀人凶手杀了老迪克 但是他自己也已经死了 警方只能就此结案 但是本案有两个无法解释的疑点 第一 杰克被关进了干货间 那他是怎么出来的呢 干货间的门没有被损坏 而且房间里也没有武器 第二 在加州度假的老迪克 好端端的干嘛要不远千里 突然回到酒店呢 这件事一直要到多年之后 丹尼长大才算有了答案 据丹尼回忆 他小时候有人格分裂的症状 另外一个人叫托尼 跟他是形影不离 甚至有时候是托尼在控制着丹尼的身体 而且丹尼还有一种叫闪灵的超能力 那什么是闪灵呢 每个人闪灵的能力都不一样 有的是能看见脏东西 有的是能摇视 有的是能远距离跟别人进行心灵沟通 而丹尼全都会 他看到了他父亲杰克的全部行为 那天丹尼误入二三七房间 在里面遇到了一只女鬼 那只女鬼为了驱赶他 就掐伤了他的脖子 但温迪刚开始还以为这是杰克干的 冲他吼了一通后 杰克来到酒吧买醉 讲道理这儿是没有一个人的 但杰克也有闪灵的能力 他看到了一个酒保 丹尼呢就摇视到老爸 在跟一个脏东西聊天 而且对方还请他喝了几杯酒 当温迪跑过来告诉他说 二三七房间有人之时 他不耐烦的去到了二三七房间 然后杰克真的看见了浴缸里 有一位裸体美女 杰克瞬间被赫尔蒙冲昏了头脑 也不在乎眼前这位美女 到底是人是鬼 抱着人家就啃了起来 但是那位美女 一瞬间又变成了一个又丑又臭 皮肤又溃烂的老太婆 杰克被吓坏了 连连后退退出了二三七房间 他锁上房门 稳了稳自己的心神 然后回到温迪和丹尼所在的房间 告诉温迪说 二三七房间啥也没 他之所以撒谎 是因为不想让温迪也感到害怕 而且刚才自己还差点出轨 这也不是一个能见得了光的好事 但是没想到温迪还是想要离开这里 这就触碰到杰克的底线了 因为在美国很多时候找工作 是需要出示上家单位给自己的评价的 如果自己连这种工作都没有做好的话 那就会使别的用人单位不敢启用自己 接下来再想找到好工作就难了 杰克气得摔门而去 后来他在大舞厅里见到了一个人 那人是很多年前看酒店的员工 只不过那位员工在看酒店时也发疯了 他杀死了自己的老婆 砍死了自己的一双女儿 最后自己引诞身亡 也就是说这人也是个脏东西 但是他跟杰克却聊得很开 他一步步引导杰克 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杰克的老婆和孩子身上 那个时候杰克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惊人这么一说就觉得咋听咋有理 杰克觉得自己豁然开朗 老婆和孩子就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 于是他决定踢开这个绊脚石 当杰克决定要对老婆孩子下手的时候 丹妮摇视到了这一切 他连忙跟另外一个具备闪灵能力的人 进行了心灵沟通 这个人就是老迪克 老迪克想让当地警局用电台帮自己联络一下酒店 但警局死活联系不上酒店 老迪克知道这是要出大事了 然后他直接搭乘飞机前往丹佛 并降落在了斯台普顿机场 然后又租了一台雪地车赶往眺望酒店 后来杰克就上演了一出步步紧逼温蒂的桥段 温蒂将他打晕了之后关进了干货间 而杰克是有能跟脏东西对话的超能力的 他求助了那个希望让他杀掉老婆孩子的鬼 他保证会杀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于是那只鬼帮他把门给打开了 最后杰克抄上斧头就想去取妻儿的性命 但这时老迪克突然跑来搅局了 他只好先把老迪克给杀了 已经藏好的丹妮通过摇视看到了这一幕 忍不住大叫了一声 杰克最寻声去找丹妮 丹妮只好从藏身处钻出来 然后跑进了迷宫 但是地上的积雪会暴露出丹妮的位置 不过这个小孩很聪明啊 利用假脚印引开了父亲 自己转身又跑出了迷宫 刚好这时候温蒂也从酒店里跑了出来 母子二人相遇之后便爬上了雪地车跑走了 而杰克则在迷宫里迷了路 最后被活活冻死在了迷宫里 好吧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恭喜你刚刚听完的这个故事名叫闪灵 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很少愿意再去看这种老电影了吧 那我用一种跟电影完全不同的演艺方式讲给大家 为的是不影响那些想去看电影的人的观感 看过电影的同学应该都很清楚啊 虽然我们讲的是同一件事 但是我们讲的内容又好像完全不一样 我在很多年前就看过闪灵 早期看就觉得温蒂好可怜 嫁给杰克这样的渣男 他可以说是集所有坏男人的缺点于一身 他就活该 他就不配拥有幸福的家庭 可是后来再看 我发现我对杰克开始逐渐产生了同情心 他要独自一人支撑家里的所有开支 温蒂之所以可以站起身 拍拍屁股就想走人 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 是因为杰克之前一直为他们这个家撑起了一把伞 使温蒂在面对工作责任的时候 是有点小任性的 不然杰克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但是在我心里之前是有点过于贬低他了 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男人的真实写照 家庭的压力长时间压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根神经就失去了弹性 很容易被崩断 那有同学可能会反驳我说 难道家庭主妇就没有压力吗 我可没有说这个啊 咱们别不是极左 我就是极右 我的意思是两个人都要互相体谅对方 谁都不容易 在《闪铃》这部电影中 我们是看到了脾气大的杰克 从而忽略掉了 没有体谅到杰克压力的温蒂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细节之后 我就会对杰克产生一些怜悯的心态 尤其是我自己平常的主要工作 也是写文案 我深知那种被人打扰时的感受 有时候我在写着剧本呢 女儿就跑过来问我 爸爸你干啥嘞 我干啥呢 你看不到吗 我在工作 你不能打扰我 然后他就跑走了 我当然不会像杰克那样 产生那么大的反应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 我不得不承认 我也产生了烦躁的情绪 如果我们想维系好家庭关系 那就得多体谅家庭成员 我是好识 关注我每周都给你讲精彩的故事 感谢观看